民营党新北市长候选林佳龙的竞选办公室 今天针对选前之夜的商界场地碰壁召开了记者会 那么林佳龙没有出席 却有三名自称要维安的便衣远景斗场 让主持记者会的议员李坤城质疑动机是什么 而林佳龙事务访时也质疑了 是否假借维安民意来刺探军情呢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则回应表示 警察在选举时候治安维护全力以赴 会保持行政总理 在卢州展开车队扫街败票 代表民进党选新北市长的林佳龙 也打算把握选前之夜冲高声势 无奈向新北市府申请当天陆拳困难重重 上午进办为此召开记者会 却出现了意外插曲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海山 哪个单位 海山 海山分析的 那你们今天过来的任务是什么 就现场为啊 候选人不在现场 却有远景圈变异到场宣称要违安 引发主持记者会的议员李坤全质疑 违安 就我跟何国产的要违安吗 没有 人的都是什么 就是违安的 那看人会入违路医 没有没有 那要违安是什么 你跟我讲清楚要违安是什么 就记者会我们都会去 我开信者会没看到海山分析的派人过来 我开了很多场信者会 还不要走 要不要走 进来进来进来 要违安吗 要违安进来啊 林一鸣宣称称称的园禁 掉头就走 你是在开口 别吃 我们最近公布不好意思 这不是对外公开的竞选总部 这是我们办公的地方 所以这样来试探选情 没有你的受益 这些警察会时间那么多 工作这么忙碌的同时 还要跑到现场来做情收吗 警察在选举的自然维护 全力以赴 保持行政中立 总共三名原警在场听记者会被质疑 假借维安民意刺探敌情 没有什么秘密 我们警察在这段时间 要负责所有自然的安全 不会涉入政党 不会涉入选举 原警第六变一现身临家龙进办 正值选举敏感时机 不论目的为何已经引发诸多联校 记者加工方陈思喜朝天SNG小组新北采访报道 要做勇敢的不够你 所以风飘了你